她把石膏当海藻粉脉 害什么少女遭解枝 说起女儿的遭遇 黄欣妇人当时在记者会上 哽咽痛哭 她的手就是肉都是被清掉的 所以只剩下骨头 42岁的黄欣妇人 因学习大体修复课程 认识一名27岁养性女子 去年6月她为修复大体 打算制作手磨 向养性女子购买材料海藻粉 没想到养性女子 错将石膏粉卖给她 结果她回家后 用女儿的手制作手磨 却导致她的女儿 把手放入石膏粉和水 混合的材料后 遭烧烫伤并无法取出 送医挤救后惨遭解枝 这位杨小姐她 她到底这些东西 她有没有再卖出去 有没有再害到别人 妇人不满养性女子 指道歉却不出面 怀疑对方知道粉磨有问题 气得提高 虽然养性女子变成 包装上都是英文 不知道卖的是石膏粉 但新北地检署正办后 15日人一过失致重伤害罪 将养性女子起诉 动新闻新北报导